我跟你們分享一下就是我昨天 昨天那個染完頭髮之後 後來那個因為孩子而我就繼續在 閒逛後來逛到有一家店 我看到裡面說有彩兒 有彩兒然後你們知道的嗎 就是我每次看到有彩兒 我都會忍不住職業習慣嘛 我就想過去跟他們交流一下經驗 然後當時我跟他們說說我要彩兒 然後他們說你只彩兒嗎 你不做個大包錢啥的 我說不不不 我就彩個兒 然後這是我到現在為止做過最貴的彩兒 而且他們派了一個小哥哥 一個小哥哥來幫我做彩兒 我跟你們模擬一下 這小哥哥的手勁非常大 當時他拿出的第一個道具是這個 是這個木勺 然後一下是圓花 我跟他對話的圓花 我自己都尴尬 真的 但是我沒有辦法不這麼跟他講 因為我必須要跟他解釋清楚 他是這樣很用力的在我的耳道這樣刮 我問他我說你為什麼那麼用力 他說這樣耳道刮得比較乾淨 我等一下啊 然後等一下 我的刮慢慢地越刮越裡面 我跟他說我痛你在裡面了 你出來點兒 我跟他說你出來點兒 他說這樣進去你痛啊 他說那個那裡面那塊我不碰 就這個就算了你知道嗎 結果他開始弄著弄著他又進去了 圓花 他弄著弄著他又進去了 因為越裡面的那個越敏感 耳鼻越薄嘛 他不可能比如說你掛這裡 你掛這裡用這樣的力氣 你不可能到裡面還是這樣的力氣啊 會痛嗎 我就跟他說我說你今天今天我痛 後來就跟他說 我只能教他 我說是這樣的 我說你現在拿的這個東西呢比較硬 因為這個太硬了 你就不能換 你就不能那麼使勁 越是硬的時候 你就要輕一點 我讓你換個棉花棒 換一個軟一點的 軟一點的 那你就可以稍微用力一點 然後這也就算了你知道嗎 後來我發現這混沒救了 他無論拿什麼道具 都是使勁對那種 後來他換了棉花棒 換了棉花棒我還是偷 後來我跟他說 我說你那有沒有那種鵝毛棒 我說拿鵝毛棒你不要 你不要偷了 你就在那轉轉吧 我說就 我說就在門口一點轉轉就行了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已經描述得很清楚了吧 就 如果是你們幫我掏耳朵 你們也該聽懂了吧 結果這火轉轉轉轉又進去了 那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跟我有什麼仇 而且要跟你們說最恐怖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作為一個專業人士 他有一個手法 我學給你們看 他換了好幾個道具 我都跟他說 別往裡面去了 會痛 結果他每次都是弄著弄著 又進去了 熱棉花棒嗎 他有一個這樣的手勢 你們聽到什麼聲音嗎 你們聽到什麼聲音嗎 我當時是這樣躺著的 我當時是這樣躺在他前面 在這樣的情況下面 他讓我聽到了這個聲音 你們知道這整場 他耳朵應該是這樣呢 他一直在找拿棉花棒的位置 他一直在找拿棉花棒的位置 從這裡拿到這裡 然後就這樣這樣這樣 他一直在找拿棉花棒的位置 如果他沒有拿準的話 這晚上就 掉進去了 然後裡面又很痛 我整個過程都是害怕的 我的後面都是有點人發抖的 為什麼我在那張床上睡了那麼久 我讓他逃了那麼久 你們可能會想 既然已經那麼痛又害怕 為什麼你還在那躺著 我告訴你們 因為實在太貴了 我覺得 我覺得不在那躺著到結束 我虧了 因為 所以我在那邊就是瑟瑟巴豆的躺到結束 當時我從那個狀況下來的時候 我就在想 你們平時在我直播間的時候 是不是也這樣 又怕我翻車 但是又沒有辦法 提心挑戰的在我直播間度過一夜又一夜 你們平時是不是也這樣 辛苦你們了 說我不好 老翻車 我以後進來控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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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們看一個 記憶博士般 穩在雙手 當然是什麼樣子 我以後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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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那個小房間裡面 瀰漫著尷尬的氣息 我們兩個對話一直都是 痛痛痛痛痛痛 別別別 你出來一點 我又弄痛你了 不好意思 痛痛痛痛痛 對不起對不起 而且你們知道最氣的是什麼嗎 他當著我的面 他當著我的面騙我 他跟我說他會對我近一點的 他跟我說的他會近一點我不進去 他沒有 那我就在這裡 就這個位置嗎 你確定嗎 那我就在這裡轉 然後十秒鐘之後他又進去了 我就 Fuck 我感覺說 不是 當時昨天在玩耳朵之後 我沒有戴著受傷的耳朵 我倒沒事 你知道嗎 但我戴著受傷的心靈 因為這個男人 一次又一次的騙我 我昨天很急 他這麼刻意 前腳跟我說完 我不急 我就在這 然後他每次都 都想不想的跟我說 你確定嗎 就這個位置嗎 我說是 他當著我的面騙我 一次又一次 他說好不進去 十秒之後他又進去 那你們說你們如果去採耳啊 一定要找一個 就 因為我 我平時一直幫你們採耳嘛 你們應該知道一個好的採耳是 是什麼樣的 雖然我現實生活當中沒有幫人採過耳 直播這個不影響 你們如果一開始就覺得他手不太穩 或者是那個的話 趕緊換人 真的趕緊換人 不然是很糟糕很糟糕的體驗 不然的話你們的你們的經歷就跟我一樣 好痛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又弄痛你了 好痛你不要停車 就 這體驗賊糟糕 不是 其他計師都在嗎 就他現在呢 他當時問我 他說你是 你是 你是等 我說要等多久 他說大概一個小時吧 我說 嗯 我說那叫你吧 真的 這種事情不能隨便的 凝確無難 了解一下 說真的 這幾天有沒有人就是暗自後悔 就是 之前乖乖每天都在的時候 我沒有上他的船 我很後悔 就是 我應該趁他在的時候 上他的船 然後跟他好好親親一下的 現在他不在了 我超想他的 有沒有這種 沒有嗎 那麼現實的嗎 喵喵 喵喵 喵喵屁 喵喵屁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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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喵 喵喵喵 告訴我是誰 既然都要結束了 起碼讓我知道我被寫慮了